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具诱惑性 那么中国 新中国是在巨大的诱惑的面前 在经国会的巨大的诱惑面前 保持了难得的清醒 保持了自己的战略定力 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运动 最终保持了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与可持续的发展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仿佛就是众人皆罪 我都想一样 那么当初这个经货会 这诱惑有多大的 我们就说一说 我们最近的这个邻居朝鲜 在这个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 就80年之前差不多 这个连续到20多年的时间里 朝鲜 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 那一度真是千里马呀 以千里马的速度在发展 到1970年代末左右的时候 朝鲜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 哪怕你就按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这种这个指标来看 朝鲜那时候也是不折不扣的 世界上的一个准发达国家 甚至都可以说是个发达国家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 那个朝鲜甩韩国几条街不止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脱北者呀 那时候恰恰相反 满地的脱南者呀 很多的韩国人为了过好日子 那想方设法呀 跟今天的脱北者一样 冒着生家性命之余 一定要跑到北朝鲜去 享受朝鲜的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呀 就那个程度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朝鲜 或者说再能更早 在60年代末的时候 朝鲜就已经普及着电气化了 那时候朝鲜的城乡 包括最边缘的农村 已经全部的都通了电了 并且那个时候 电力是朝鲜的最大的这个动力源和热源 渠暖啊 什么这个这个动力这个供应啊 各方面的东西都是靠电力 朝鲜60年代末 70年代初的时候 人均电力这个电力的这个拥有量 就电量嘛 达到了什么 1184度 人均用电量的年呢 1184度 是当时中国人均用电量的五倍 60年代末 70年代末 这个1000多度的这个人均用电量 中国一直到了15、6年前吧 就200、40、5年左右的时候 才达到这个程度 那么 用电量 电气化方面 城市化呢 朝鲜在70年代的时候 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0% 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 也没刮也没到七字头吧 顶多也就是60% 多一点 到今天为止 中国大陆城市化率 而朝鲜70年代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70%了 朝鲜在70年代末 就农业上就实现了全面的机械化了 没几个人干活的那时候 朝鲜那时候统计 95%的这个 比如说种稻子 种水稻 95%的这个插秧的工作 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 这80%的这个收割的工作 包括这个田间管理 比如说水利灌溉 全部的都实现了机械化了 那真的不折不扣的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农村 那时候在朝鲜 都已经变成了现实了 朝鲜的按人口来说 朝鲜的这个粮食的温饱线 这是有数据的 朝鲜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粮食的这个温饱线 是500万吨 就是朝鲜每年只要生产500万吨的粮食 全国人民就够吃了 就没问题 就够吃了 但是朝鲜在1984年的时候 粮食产量 甚至一度突破了1000万吨 就一个人你吃你自己 两倍的量 你才能把这个粮食吃完 你上那吃下去 那时候朝鲜牛到什么程度 韩国穷得要命跟朝鲜比 韩国这个大的水灾 只要碰到大的旱灾 什么水灾 朝鲜那时候支援这个义奶同胞 南韩同胞 骨肉兄 一次几十万吨几十万吨 粮食就这么白给 就这么白给 就送给这个朴正熙 全国化人之流 统治下的这个 这这这 南朝鲜的骨肉同胞 朝鲜 就负的流油啊 就到那种程度 农业 朝鲜的工业 朝鲜的工业 从50年代中期开始 一直到60年代的中期左右 十来年的时间 朝鲜的工业增长 工业生产的这个增长速度达到了34% 将近35% 年增速 疯子一样 真是千里码 到70年代的时候 朝鲜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就已经突破了70% 接近了80%了 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 世界上能公认的 东亚只有两个 这个这个这个强大的工业国 嗯 什么 朝鲜和日本 那时候号称东亚双雄啊 朝鲜那时候工业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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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 都高过我们中国呀 我们中国的时候也就是46%工业比 当然了我们那比他踏实多了啊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 当然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韩国 那个基础大的也比朝鲜要踏实多了 但是就说那几十年里头 那朝鲜 富的不得了啊 1970年的时候朝鲜的人均国民收入那时候就达到了1000美元 而韩国那时候200美元 韩国呀 北这个这个北韩是南韩的五倍呀 人均国民收入 所以这个1970年的时候 这个朝鲜劳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金正恩他爷爷 金日成先生啊 豪迈的向全世界宣布 说朝鲜已经建成了现代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 你以为他在吹牛呢 你以为他说他话呢 那是事实啊 那是真实的历史啊 功能业生产发展到这种程度 与这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这个朝鲜那时候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福利的社会 教育医疗住房完全都是福利化了 全部由国家负担 教育上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 全部的免费 不光所有东西全免 学费学杂费 笔记本钢笔水 牙膏牙刷吸脸盆 学上的里里外外内衣内裤 甚至可能包括校服 服装鞋帽这种全部的国家免费提供 到了这种程度 朝鲜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今天的这个朝鲜 已经成为这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 短短短的四十年的时间 三十多年的时间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 三十年的时间 就从一个当时负得流油的 争争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 起码是个准发达国家 这个朝鲜 怎么就轮到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 成也苏联 败也苏联 成也金户会 败也金户会 我们说金户会的巨大的诱惑 本来就可以说到这就为止了 就是朝鲜那时候作为金户会的观察员这个国家 享受到了成员国的所有的待遇 跟着金户会混 混到了这种程度 发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 对任何一个受理国家来说 包括那时候对于那时候的中国来说 金户会是极大极大的一个诱惑 你看朝鲜 朝鲜加入金户会的时间还不算很早 但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国家利益 一下子腾飞起来了 金户会作为一个大市场 一个收入阵营里 后来非收入阵营 包括非洲可能一些国家都已经进去了 作为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 成员国之间实施国际分工 我们昨天说过了 搞这种跨国的计划经济 苏联为主 苏联就根据各国的这个条件 基础和条件 然后由他来制定 整个经济会 金户会的这个生产计划 然后给各国就派活 并且提供各国家所需要的 能源保障这个原材料供给和技术的资金支持 要什么给什么 然后你甚至按照我的计划 你生产出了产品之后 然后自动的就是要么苏联就消化了 要么捷克 波兰 罗马尼亚 匈牙利 等等这些国家 自动就按照计划 都消化 都消化 可以说 那个时候朝鲜 包括经济会内部的成员 所有的成员 一度在二三十年时间里 躺着就把钱给抓了 给抓了 所以就都付得了一个优惠了 就都付得了 但是 到了1991年 1991年6月28号 经济会在匈牙利宣布解散 然后就一年的年底 半年以后 12月25号 苏联正式解体 朝鲜和经济会内这些中小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诱惑之后的也说一说吧 也说一说 那就一并就把这个事的前因后果 我们就都说了 那么对于朝鲜来说 我们还是从朝鲜说 朝鲜的灾难 从经济会解体 苏联解体 就开始了 对于朝鲜来说 经济会解体了之后 这个苏联解体了之后 最大的问题 就每天都需要的 最大的问题就冒出来 什么石油 朝鲜是没有油 朝鲜没有油田 一滴油都不生产 那么朝鲜建立二三十年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工农业的体系 都现代化机械化到那种程度 那他完全就靠着什么石油来运转 你得有油我得有动力 那么经济会存在的时候 那二三十年时间里的石油呢 主要就是苏联供给供给这个朝鲜 这个价钱基本上就伤着来 差一半就行 甚至易货都可以 朝鲜有铜 比如说 那我给你点铜 你就换换你点这个石油 即使我出钱买的话 因为那时候经济会范围之内的最流通的货币就是卢布 朝鲜用卢布 因为那个时候朝鲜对苏贸 苏联对朝鲜的贸易占 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都多 百分之五十多 五十五左右差不多 所以朝鲜有的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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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布 是不是 所以结算没有问题 买吧 甚至这易货他的都行 都行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这个很多遗产 主要的这个这个经济遗产 俄罗斯也资本主义化 人家得让市场 在这个这个这个国民经济中 发挥主导作用 要让看不见的这只手 他慢慢得说了算 他就再也不廉价的 甚至是易货式的方式 给朝鲜提供石油了 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很正常 还有石油 我卖可以 你需要考啊 你要拿黄金 要我们拿美元 你必须拿硬通货 我才卖给你石油 我们按市场价购买 按市场价购买给你 那一点商量的没有 反正俄罗斯的石油也不愁卖 是不是啊 但这对朝鲜来说 一下子这就就 这这这把朝鲜逼到了死活动里头 朝鲜从加入金户会以后啊 这以后的这个二三十多年时间里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贸易 始终就在金户会范围之内开展着 绝大多数的贸易 甚至90%多的这个贸易 80%多将近90%的这个贸易 都是在金户会内部的国家 也国家之间开展着 那么呢 其中对苏联的贸易呢 甚至都达到了50%多 将近55% 然后结算呢 要么是一货进行贸易 要么的就是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 他哪有什么黄金或者美元储备 是不是啊 那你没有黄金也没有美元 你没有一通货呢 那你就没法跟苏联再开展 这个这个这个正常的 这个贸易了 所以一下子这个朝鲜对 朝俄的这个贸易 就从当时的这个百分之五 占朝鲜贸易总额百分之五十多 将近百分之五十五 一下子就断崖是掉到了不足百分之十 最惨的时候是1995年 跌到了百分之三 你还让朝鲜活不活了 而掉下这百分之五十多的这个贸易 贸易量绝大多数都是石油 都是石油 那么没有了石油 你没有一通货买不了石油 没有石油了 那你建立二三十年里面 你建立起了所有的这些现代化的工厂 比如说化工厂 比如化肥厂 包括朝鲜的钢铁厂 你就没法开工了 你这些东西不开 没法开工了以后 你就一些母原料 生产不出来了 母鸡搞不出来了 那你下游的这个生产 没有工业产品 你包括轻工业 你没法了 你鸡床都开动不起来了 那么你没有工业 这种正常的工业产品了 你对包括你自己矿产出口 比如矿产资源 或者你连起码 出加工的能力都没有 那你就不可能 这个对外出口 然后去换钱 你换不来钱了 你就还是买不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 结果你这整克 最后头是石油 这个尾也是石油 这就形成了一个 封闭的一个死循环 封闭的死循环 结果你上下游的产业链 就完全断裂了 你没法这个 这个整个体系 就没法运作了 那就没法运作了 所以这朝鲜 一系列之间 这工农业生产 就给打回到了 对吧的 石器时代了 是知道 整个的工业全部停止 农业一样 朝鲜那个时候 那么高度激化的农业 一下子就被打回到了 怎么办的 这是石器时代的长度 你说的 城市化率已经达 突破了70% 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 都已经到城里 都生活着一代人 两代人了 结果这个 很少量的农村 农人人口 支持的现代化的 机械化的农业 一下子 所有农业机械都用不了了 那你没办法 那就重新弄牛吧 弄镰刀吧 手工劳动吧 是不是 小农时代了 就跟中国七八年 小港村人生 是不是 原始农业就开始弄了 但是一 他在城市里生活惯了 他不愿意下降 过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没有劳动技能了 这个朝鲜都已经过了 一代人了 可能会点农业技术 那些人都已经老了 死了 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朝鲜的主力人口 比如中青年人 可能都没摸过 基本的农具 原始农具都没摸 你把它弄到农村去 它也种不出来 它也不会种 这整个朝鲜的农业生产技术 就按照小农时代的 最原始农业生产的技术 它都已经退步了 都已经退步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 所以在农业生产上 它也进入了这种死循环里 然后不仅如此 人祸如此 天灾又 接二连三的从天而降 从1994年到1996年 朝鲜连续三年 因为自然灾害 整个的粮食 就几乎都快到了绝产的时候 从1984年巅峰时的年粮食产量的一千万吨 1995年的时候降到了三百四十五万吨 最惨的时候降到了两百五十万吨 而且朝鲜发生说温饱县是五百万吨的 这就是朝鲜人就得吃一半 就勉强能活 勉强能维持 那一年就五百万的口粮需求 只有二百五十万吨的口粮供给 然后呢 你一样没有 你上国际市场 你买粮食 你也得靠美元或者黄金的运动物 你一样没有 就跟买不了石油一样 所以94年96年之后 这朝鲜的大饥荒 不就开始就爆发了 最后全朝鲜经历了蔓延 后来不是说这个 饿死了几十万人吗 说四五十万 朝鲜 朝鲜劳动党 现在回顾那段是不是苦难的兴军吗 叫苦难的兴军 就金正日时代 金正日刚刚接班的时候 他爸爸去世 也可能他爸爸 真可能是朝鲜朝鲜的神 他这金正日前脚 去世朝鲜的天灾后脚跟过来 然后这金正恩就接着这个盘 然后朝鲜人就开始挨握了 天灾人祸横行 所以说金正恩这个 也真是这点太他妈背 这英明领导者怎么不英明 跟伟大领修比 怎么就是 是不是 达尔人遗传学理论 说应该都差不多 是不是 这怎么父亲行 这到儿子这怎么就断了牙 我们就从地主家 天天天天天 是不是 这建筑游行都恶心了 怎么忽然之间 连饭都吃过上了 所以我估计金正日在朝鲜 人真实的心里头 可能地位跟他爸爸没法比 真是没法比了 这就是金户会的诱惑 和当时那么多国家 没抵得住 没挡得住金户会的诱惑 加入其中 然后 在以苏联为首的金户会 整个的大市场之内 活了这二三十年 三十多年 享受过幸福的时光 但是 包括苏联在内 苏联最后一解体了 苏联解体本身他也完了 其实一开始以苏联为主的时候 苏联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集体系 但是他是加盟共和国 九一年年底 他一解体了之后 苏联也残居不全 苏联的中国人的体系 他也不残居不全 比如说他把核武器很多 都知道乌克兰 农业主要在乌克兰 石油什么外交亚索 或者什么 然后这个卫星 或者是有飞机制造 从时候有这个斯坦那个斯坦 尽管他现在呢 还有这种协作机制 还能保证俄罗斯 基本的国民经济运作 多亏还有这个 独连体 彼此之间还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但是除了原苏联之外 所有参与其中的一些 社会类国家 最后都很惨 都比较惨 都过了一些年的苦日子 只不过你像西德这样的 好一点 为什么 这一开始 一步之间 一夜之间 他就统一了 然后这个东西德 就很快 他就弥补了东德的 这块亏孔 然后是真旧的 也真旧的 所以他们的通过的周期 非常之短 但是像朝鲜 什么这样的国家 那因为你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你本身就是个 畸形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国民经济体系上来说 你是个畸形的 发展的这样的国家 而其实这些都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中小国家 如果中国当时要是没抵得住这份诱惑 那要被绑到苏联的战车上以后 那后果是什么 真他妈不堪设想 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中华民族有幸的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中国在巨大的诱惑面前 包括苏联那时候 那生拉硬扯 生拉硬扯 那极力的邀请 邀请中国加入金货会 那第二大社会这个国家 那加入进来的话 金货会 那不就阵势就更大了 跟这个欧共体 跟这个北约 跟这个冷战 这个敌人 那玩起来不就更有本钱了 是不是 极力的拉拢 和邀请中国加入其中 但是 毛主席 和那一代共产党人 中国政府 抵得住了 顶住了这种诱惑 最终 干净利落的 把苏联的这个提 一次又一次 几次三番的提 包括中国共产党内 第一代领导人里头 不少人也是主张加入金货会 觉得这条简直太 这有便宜 为什么不减呢 是不是 啊 就是 还是那条躺着能赚钱 你为啥是非得站着自己干呢 是不是 咱把他 这这这这这 这个头顶蓝天 面朝广土 刨什么呢 刨啊 坚决的抵住了这份诱惑 最终中国没有加入到 金货会的这个大市场里头去 五六年的时候 在中苏的这个蜜月期 五六年的赫雷尔夫 确定了在苏联的这个地位 然后他也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 从五六年开始 几年之内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达到了空前的这个高度 深度和广度 那时候苏联有的好东西 苏联用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就给中国 达到六种程度 那么也是算是偷逃暴力 中国说那行 那这么邀请的嘛 不好意思 博人面了 但是还是 这个有了底线 就绝对不作为成员国加入进去 就是作为观察员国吧 先挂上名看一看 然后每年就列席一下你们的会 到六一年 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 从六一年开始 那再列席都不列席了 那就等于正式的就退出了 正式的就退出了 之所以当时中国政府 毛主席他们 有这样一个 那么富有战略远见的决定 那是因为他们 第一时间就 立足中国 作为一个大国的本身和基础 以及中国共产党人 包括毛主席的 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 对中国未来的这种期许和设计 因此他们就一步 甚至是可以说是 这深刻的就看清 看透了这个金户会的这个本质 如果加入了金户会 那短期之内 二三十年之内 确实是可以有利可图的 那确实是有利可图 可以省去很多很多没必要的 一定是非常艰苦的 艰苦卓绝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周期 一个创业周期 那多艰难呢 你想想 你看看我们多艰难呢 六十年代初 五十年代末 尤其开始自己探索 中国特 中国化的这种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之路的时候 我们这个 花了多少学费 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和代价 但是 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我们全民族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咬着牙 我们都挺过来 最后我们收获了今天 如此辉煌 就是全世界高 我们都不怕 你看中国大陆 尤其这场疫情 你包括中美的这个 从贸易战开始 一两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为什么立得住 你先回头想一想 这不完全是 伟大的毛主席 那一代共产党人 第一代中国政府 那远见着实的 结果 就是他们认识到了 短期之内 加入金护会 肯定是有利可图 肯定可以 走很多很多的捷径 但是 伴随着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一定要伴随着 你这个国家 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甚至在军事方面 要受到苏联的这种控制 你一定是的 一定是 而那个时候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毛主席 明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自己必须建立独立的工农业的经济体系 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 必须毫不动摇 就是 底线是我们绝对不能受制于人 绝对不能受制于人 正因为他们有战略思维 正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有着宏图大志 他们至存高远 所以他们才不被眼前的这种迎头小弟 给他们诱惑了 最后付出民族未来 这让他们 这这这这这 这巨大的代价 他们绝对不会像修正主义分子 邓小平一样 一个新加坡 一个进口来料加工 就这套小钱 赚点快钱 赚点小钱 就能够让这这这这 邓小平垂涎三尺 奉李光耀这种 小国的这种小领导人 奉若神明 简直那么 丢人 简直是令我们后人不耻 三十多年 新中国 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完整的 工业体系 最后呢 一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生产他妈牛仔裤 给人做来料加工 玩这个东西 帮人做铁牌 你现在想想 我们损失都大 我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多么惨重的代价 就包括中国当年能进度出经过会的诱惑 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但是一旦你变质变了修了 你他妈改弦一折 你就积不住这种规则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短期的营党小力的诱惑 你为什么就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 你不计他妈成本 甚至把那么子孙的这个利益都透支出去 非得要加入 那么急于加入这个WTO 到今天为止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 把加入WTO的中文版本 那个协议书向全国人民公开 他为什么不敢 那里面有多少 可以说是他妈卖国的条款 是罪恶的条款 到现在为止 他不敢把中文版本 他不敢公布 为什么 他止于他羞于见人们 见国人 加入WTO 我们不平衡到底对还是不对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像中国人一样 为了加入WTO 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 人家那么多国家 加入WTO 为什么就没有向中国 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连骑马的自己 保护自己民族工商业 民族工业 尤其核心产业的这个 连那个空档 自己的成长周期都 那个时间周期都给自己都被争取来 是 出口一下子就上去了 是 来了要加工 他妈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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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这订单 他妈的 一下就像山一样上来了 是 这肉吃越吃越多 你猛管什么 什么肉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 你包括现在 中美贸易战 一直到后来的 全防卫的这种 其实就准战战争状态 只是 不是热战争 没动武器 你妈妈为什么收拾华为 你为什么 加入WTO 就到今天 20年的时间 中国几大产业 核心的 尖端产业 就是因为加入WTO 我们 就翻身的日子 到底什么时候 至今可能还看不到量 包括华为这样 这 这这这 独自奋斗 这个任正非 一个民营企业 履行了一个国家的责任 加入WTO 别的不说 轿车产业 全军覆没吧 中国的轿车产业 加入WTO 提出中国已经开始有了 什么德福他们 这个谁 这个谁 这个这 哎呀我一下忘了 吉利啊 吉利什么的 那自主的一些品牌 燃料车这一块 都开始有自己的东西了 都看 李舒福 李舒福 什么这些 好多有这个眼光的人 有雄心壮志的人 已经都开始了 为 使致力于 中国的轿车工业 轿车产业 但是 我们没有设计 起码的保护实现 包括关税上 进口汽车的关税上 全让出去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轿车产业 全军覆没吧 这是轿车产业 第二个就是芯片 芯片产业 就是成本最高的 创初期的那个 那个周期 我们就没给自己 留出这样的时间空档 没争取到这样的时间空档 中国的芯片产业 如果要是当年 有我们一个保护器 给自己争取 那样一个保护器 可能中国今天的芯片产业 就不至于受制于人了 可能华为早就搞出来了 华为不搞出来了 国家已经搞出来了 包括龙心 或什么这些 在高端的精密基础 然后大豆 农业上的大豆 或者等等 等等 而这 我们加入WTO之后 我们丢掉的东西和耽误的东西 恰恰是决定国运的东西 恰恰是决定国运的东西 决定中华民族未来的东西 所以 集合主义分子 毛主义分子说 最大他们的特点 就是他们什么 见利忘义 没有章法 而我们第一代领导人 以毛主席为首的 那一代人就看得明明白白 他们知道 如果不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中国如果加入到 这个经合会里面 就一定或者必然要 会被捆绑到苏联的 这个战车上 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 你没办法了 当时你就只能听任苏联的摆布 他这样怎么干就怎么干 否则他 掐你脖子的东西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可能一旦加入经合会之后 经过几年的磨合 一旦你失去了 你相应的这种自主权的话 那么你就是这样的一个 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位 一个命运 而这个 这种结果呢 是毛主席 也是那一代 绝大多数的领导人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舍生忘死 提着脑袋 干了几十年的革命 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 独立自主的 不受制于人的 这样的一个新中国 我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眼前的这种迎头小利 为了完了这几块肉 我能把自己整个 还得涂脂抹粉 就把自己给卖了呢 嗯 事实 从91年苏联解体 金融会解散 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30年的这个历史 甚至包括2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个历史 最熊变的证明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那一代领导人的 高瞻援助 证明了他们的英明 远见 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这就是中国独立运动面对的这个国际背景中的第一大方面就是金融会的巨大的诱惑 当时金融会巨大的诱惑 那么还有另一方面的国际背景 我们明天接着说 谢谢大家